这个星期就是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 中秋节许多数的警销人员必须坚守岗位轮值勤务 而位于新北水淡水区的老淡水餐厅老板 特别准备了60份的鸡肉餐盒礼盒 要为烙淡水消防与警察弟兄 业者说这是他们连续三年都捐赠 要祝福辛苦之情的警销中秋佳节快乐 因为中秋节排到了 餐厅在这三年当中一直有对于我们消防人员的辛苦 那自证了我们自己做的这个鸡肉丝离额鸡肉丝 那希望他们在这个中秋佳节跟家人能够团聚 那平常他们的辛苦呢 我们只能用一点点小小的心意来代表 再一次祝他们这个中秋节快乐 餐厅消防业者表示 消防同仁平时冒着生命危险打火 担负的119救护车及消防车的派遣工作 而警察弟兄也要24小时坚守岗位不能懈怠 透过这一次的捐助与慰绕 表达社会的关心 要感谢他们保障市民生命产产安全 今年是算我们自证第三年 那我们今年的赠品是 鸡肉丝原味的还有泰式柠檬的口味两种 还有我们做的这个鸡肉松 全部都是以鸡肉为主 那这个口味我相信大家吃完以后 也会非常的喜欢 那因为这是第三年的捐赠 那其实前两年也是一样 只是我们现在口味更多了 那这个品质上面也通过SGS的要求 在这个食品上面都已经做严格的把关 业者说过去三年都有捐助紧消防疫物资 有敢于消防人员的辛苦与无私的付出 透过这一次的捐赠 致上一份小小的心力 也代表着企业取之于社会 回馈社会的精神 记着许多鸡蛋水采访不到